一法呢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的话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这个旗下 第三个呢 整个脊椎的话 就是正直 就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的话 就是肩脾的话 就是后仗 或者是肃战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目 即使必见 第七个呢 就是舍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就是在你的这个 舒适的座点上呢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呢 就是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块 就是右手的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这个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 就是从右手的话呢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的 出三次勾气 就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 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我们一样的真正 想法 我们一样的真正 我们的真正 要说 我们一样的真正 我们的真正 字幕志愿者 首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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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 像上师你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 以无比的恭敬心 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照 全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 一直这样念 再 göra人来说 哀哀 传枭烈的信息 如何 实际上 sens力 维对哦你画的信息来更多 Alien-都样子验人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如来称选是凡于入无理 于于中管缓 古墨又翻语 他这里呢 佛陀呢 就是佛陀在有关这个大乘的一些经典当中呢 就是一再的这个宣说 世间上的这些凡夫愚笨的众生呢 如果没有这个 他看到 如果没有自己的利益的话呢 那么他始终都是淤淤寡欢 就是不会开心的 就是他会伤心 会忧愁 会绝望 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就没有这个兴趣的 而一旦看见自己有利益的时候呢 他心细若快 就开始去做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 始终都是也是得不到真实的快乐 就是说一说 佛陀呢 就是在这个其他的经典里面呢 也是已经这个讲了 就是比如说这个《三摩帝王经》啊 还有这个《约当经》啊 还有这个《约当经》啊 在有关这些经典里面呢 也说了 就是 佛陀说那个 就是随意交进诸于佛 何时任佛成寿远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这个凡夫啊 这些这个愚本的话呢 与他这个越来越接近的话呢 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会是 也是这个 跟人之间的关系呢 肯定会破裂的 那么既然就是 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 真正的这个智障们呢 就是不应该就是一直这些这个翻译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啊 就是说 大家应该就是掌握 就是自己的这种更新 也了解呢 就是读众生的这个事迹啊 就是这个事迹成熟以后的话呢 你一定要做 就是如果事迹机缘各方面没有成熟的时候呢 自己的这种这个菩提心啊 就是一定要就是维护起来 接受了那种种叺药的 matters呢 都不灯干嘛 都是不灯干嘛 都不灯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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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灯干嘛 都不灯干嘛 就是那种这个饭的事迹编的事迹 都不灯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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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ều烤月的事迹事迹是什么 你看 都不灯干嘛 都不灯干多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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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偈颂 当时的这种心态 自己人们已经描述出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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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藏传佛教的话 就是无光尊哒 智悲光尊哒 华智仁波前 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就是住在这个山洞里面 而且住山洞的时间是特别长的 或者没有任何人的这种寺院 总的来讲 大家应该这样发愿 什么时候呢 我到了这样的属下山洞或者是无人寺院当中 真的要自己所学过的知识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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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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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修行 这样以后呢 短暂的人生当中也是自己应该有所把握 福德的话呢 你所学过的知识从来也不修 从来也是不依靠寂静处理 一直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有来有去的话呢 在临死的之后呢 什么就是境界都没有得到 那这样的话呢 来世也是变成什么样 很难说的 每一个人呢 应该在自身上呢 创造一个寂静的环境 这是有必要 否则的话呢 今生当中每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 一直在山洞 困难当中度日子的话呢 最后就什么时候完结我们的这个隐身 自己所学过的一点都是没有享用的话呢 也是不合理的 不懂 specifically是要 которые你和这人们都没有 这么一面子 跟我来 discussed 影响体行动 或是这人 weakness 点 团难 对 大家 咱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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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